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和谐天下 以孝为本 尊敬的诸位嘉宾 诸位大德 诸位朋友们 大家好 首先 非常感谢主办方和谐办方的安排 能有今天这样一个盛会和大家见面 提出报告一起分享 回归道德教育是解决人类危机之必须 大家都知道 从二战之后在地球上许许多多的角落 冲突 灾难不断地在发生 而且趋势一年比一年的严重 许多有爱心的人士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关心 都在想方法怎样能够化解冲突 能够真正落实到安定和平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 实在讲真的是菩萨心肠 他晚年民思苦想的问题就是 现代文明的危机和世界的未来 他说 道德危机正是需要当今人类 倾注全部智慧和力量来解决的首要问题 世间每个人都爱好和平 都不愿意遇到动乱 不但不愿意遇到 连听都不希望听到这些悲惨的音声 世人所需求的归纳起来不外乎 个人一生的幸福快乐 家庭美满 社会和谐 国家富强 世界和平 人类生存在这个世间越来越痛苦 由这些事实来观察不难发现 凭世间的学术 科技是很不容易达到 我们理想的愿望 这个愿望唯独在佛法当中 给了我们圆满的解答 而且确确实实能帮助我们 达到这个希求 众生一起 宇宙一家 这是大乘佛法里面最高的境界 称为诸法实相 意思就是说 宇宙的真相就是众生一起 宇宙一家 中国古老的教学没有大乘佛法说的这么清楚 但是也有这个趋势 儒佛讲 天下为公 古时候的天下是包括所有的诸侯国 相当于今天的全世界 全球这个概念 夏商周三代 天子是各诸侯国的共主 天子要怀有奉天子名之心 顺应天理 像对待子女一样爱护人民 为民造福之事 是天子的主要职责 汤恩比博士对这些历史深入研究 他说 在这些格外睿智而温和的宗教 及哲学传统基础上所建立的世界观 才是现前拯救全人类最大的希望 只有恢复宗教教育 才能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严重危机 宗教这个名词 在中国文字里面的含义非常之好 宗这个字的意思有三个 第一个是主要的 第二个是重要的 第三个是尊崇的 教也有三个意思 教育 教学 教化 宗教这两个字合起来 在中国文字的解释 是人类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学 尊崇的教化 这个说法几乎得到 全世界宗教的肯定 我最近十几年来 接触全世界的宗教 我们提出世界宗教是一家 宗教教学的核心就是爱 伊斯兰教说 真主确实是仁慈的 新旧约说 神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 佛法里面不叫爱 换了一个名词 叫慈悲 慈悲里面没有情的纠缠 完全是智慧 所以爱跟智慧融成一片 就称之为慈悲 中国古代古圣先贤也说爱 爱里面有情 被古圣先贤发现了 但是用了一个字来救他的过失 就是义 道义的义 爱里头有情有义 过失就少了 有情有义有爱 在中国人称为圣人 贤人 君子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的核心 所以 诀是最好 义是其次 那么现在我们的社会 诀和义都没有了 有什么 有欲望 欲可麻烦了 你看爱 情 在跟七情五欲纠缠在一起 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混乱了 地球灾变异常 过去历史上从没遇到过的这么多的灾难 教育的功能是让人从习性回归到本性 中国古时候教育的内容 目标都定在社会的安定和平 众生的和睦相处 自古以来 讲究的是伦理道德 伦理实在讲就是道德 道德也就是伦理 所谓的道就是大自然的法则 大自然的运行 古圣先贤为我们说出来 在人事环境当中 像夫妇 父子 兄弟 君臣 朋友 这都是自然之道 并不是哪个人发明的 创办的 它是自然而然的 不管你有没有文明 这个法则永远存在 这是道 如果明白这个道 能随顺这个道 这就叫德 如果我们对于宇宙人生 这一切现象 都能够正确的了解 自自然然就能够跟人 跟一切万物 平等对待 和睦相处 所以中国的教育 首先肯定 人性都是善良的 人之初 性本善 至于人心 为什么会变成不善 不善是习性 就是被外面环境污染 所谓是 静诸者赤 静默者黑 教育的功能 就是把人从习性 回归到本性 就是怎样把恶人 变成好人 把敌人变成朋友 把冤家变成倾家 这个教育就成功了 所以古时候教育的内容 归纳起来 不外乎三桩事情 第一 是让我们真正了解 人与人的关系 第二 是让我们了解 人跟自然环境的关系 第三 是说明 人跟天地鬼神的关系 天地鬼神 就是现在科学里面 所发现的 不同维次空间 也就是说 人与不同维次空间 生物的关系 只要把这三桩事情 透彻明了 关系处好 不仅是我们地球 整个宇宙 也会和谐 人与人之间 今天的问题 都是出在这个地方 本来是互相包容的 本来是互相尊重的 互相敬爱 互相关怀 互相合作的 为什么今天 这些现象都没有了 这里面就是 真正的大学问之所在 其他的都是次要 再次要 最重要的 就是人际的关系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这些事情 政治 武力 不能解决 乃至于今天所讲的 科学技术 经济 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唯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就是回归信德的神圣教育 1993年9月 为纪念第一届世界宗教会议 一百周年 举行了六千多人参加的 世界宗教议会 全体大会上讨论和通过了 走向全球传理宣言 这份宣言指出 在隶属了当今世界上各种人为的苦难之后 没有一种全球伦理 便没有更好的全球秩序 宣言从世界各大宗教和文化的道德准则中 提出了全人类都应当遵循的一项基本要求 每个人都应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 并以耶稣的名言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和孔子的名言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作为支持 为使全球伦理运动 成为信教和不信教的各国人民的共同事业 另行起草了一份 全球伦理普世宣言 在其中 他不仅把伦理的基本规则 简化为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要将这一全球伦理普世宣言真正落实 并且实现全球安定和平 这时我们记起孔子说过一句话 他说 民可使游之 这句话是说 老百姓都听话 那就随他 不可使知之 他不听话的时候就要教他 把这个大道理 事实真相的道理跟他讲清楚 讲明白 他就回头了 今天我们遇到的是老百姓都不听话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怎样把圣贤的教育 特别是宇宙的真相 人跟人的关系 冲突是什么 冲突是什么 是迷惑颠倒 每个人都有私心 都为了自立 怎么会不冲突 所以冲突是个病态 我们怎样来把它调和 怎样叫它恢复正常呢 中国在医药上用的名词都是用化 化解毒 而不是排除 排除是对立 是制造冲突纠纷 只有化解 才是唯一的办法 这个教学是相当困难的一桩事情 所以在今天下手 真正能够收到效果 就是要从宗教的团结 宗教之间要密切地往来 互相学习教义经典 每一个宗教都从自己的经典里面 精选出教义的精华 做出自己宗教经典的360 现在我们有了圣经360 古兰经360 这些都是非常殊胜的因缘 我们学习自己的 也学习别人的 才能和睦相处 变成兄弟姐妹 变成一家人 这是个基础 给整个世界化解冲突 我们在为世界永续的安定 我们在为世界永续的安定 和平 打地基 很多条件具足的人 想要积累功德 却找不到门路 他们不知道能帮助世间化解冲突 是第一大功德 而建立一个多元文化宗教联谊会 是当务之极 能发心提供一个这样的场所 让各国宗教之间定期沟通 学习各自经典 并适时提出心得报告 这正是汤恩比博士1956年 在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中 所提出的 各高级宗教的使命 不是相互竞争 而是要相互补充 这一观点的有效落实 伦理普世宣言 要靠普世的教育来推动 才能进而实现其结果 各宗教联谊会 无疑是真正能实现 全球伦理普世宣言的 枢纽型组织 发心建立这样一个 社会公益性组织的功德 远远胜过新建一座寺院庙宇 会得到一切宗教诸神的 共同护佑 真正不可思议 开办道德讲堂 扎吻孝敬之大根大本 三年前 在中国广东 开办了第一个道德讲堂 七天义务的光碟教学 从伦理、道德、因果 这些普世教育开始 从孝敬这一根本入手 短短七天 感化了无数 徘徊在道德边缘的人 觉悟和回头 成为挽回世道人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记强心针 气力气机 是现实报答祖先恩德最好的方法 创办人不畏一己之私 胸怀天下的智气 如梦子所言 智诚而不动者 为之有也 智诚 就是各个宗教教育的核心 爱心 表现在外的态度 也就必然得到祖宗的加持和护佑 道德讲堂的普世教育 必须从扎大根立大本开始 孝是信德的根 敬是信德的本 其他的德目 五轮、五常、四维、八德 都从这里生出来的 那是戏目 根本就是孝跟敬 映祖在文朝里用成敬 真诚、恭敬 这都是讲到根本 根本中的根本 做人、做圣人、做佛 都要用这个根本 没有这个根本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办不到 将来即便是想要往生人天以上的善道 大概都得不到 好事做得很多 不孝父母 不敬祖宗 不敬老师 这个根本没有 做再多的好事 没有根 你说你真正做好事 哪有不孝父母的道理 怎么能把父母丢掉呢 把老师忘记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念佛的人 念一部经 念几声佛号 都要把功德 回向给父母 回向给老师 这表示什么 表示没把根本忘记 念念跟根本连着 没有脱节 也就不会辩解 不会和道德法则相违背 我们细心思维 这一生的思想 言行 无论是挫折 失败 或者成功 顺利 细心去思维 找到它的原因 你会找到 顺利 成功 都是靠孝敬 所有失败 挫折 都是在孝敬上 缺了德 表面看好像很成功 最后惨败 来生剁三图 就是惨败 这个事情可太多了 不是假的 所以要调众生 先调自己 自己没有三福六合 想要调众生 宣妙礼 帮助一切认识宇宙 人生的真相 可以说是 无有是处的 学习大乘佛法 遇到净土法门 这一暗和道庙的大法 是万幸中的万幸 可惜知道的人并不多 见到这个法门 听到这个法门 能生欢喜心 能依教奉行 必定是 具足孝敬 这一大根大本之人 即使他对 静宗并不是很了解 但是他有那份 孝敬的心 他一样的成就 圆满的成就 往生的时候 欲知实至 非常自在 潇洒地走了 从古至今 我们看到 见到的不少 是真的 不是假的 他所评的 就是那份沉静 所以我们要学 要从根上学 根越深越好 越大越好 怎么样叫大 心大量大 根就大 心深量深 根就深 那么这也就是说 菩萨教化众生 圣贤教育 教化后世 必须具备的 头一个条件 就是孝敬 怎样做 能令父母快乐 这里面的因素 就很多 我们举个 最浅显的例子 兄弟要和睦 父母欢喜 兄弟不和 父母伤心 忧虑 轴里不和 父母又头痛 换句话说 一家老少和睦 父母才欢喜 才开心 这是你家里 没有问题了 当你踏进 社会去工作 你跟老板 两个不合作 父母又伤心 在公司里面 跟一些同事们 不能和睦相处 父母一天到晚 提心吊胆 你才明了 不但要在家和睦 步入社会 也要和谐 这样 父母才欢喜 我们能做到吗 能做到 尽心尽力 向这个目标去做 这个孝 不是单纯 我们父母照顾到就行 这是从事项上说 使父母在这一些事项上面 忧虑没有了 除此之外 还有父母的精神生活 你的道德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增进 你的学术技能是不是一天比一天进步 不进则退 退 父母就又牵挂 就又有忧虑 这些通通都在孝道里面 然后才知道这一个孝道 包括我们生活的全部 不是某一部分 是全部 全部 那一定是包括虚空法界 过去 现在 未来 这才是全部 也是真实的 所以 印光大师曰 孝之为道 其大无外 惊天伟地 犯圣行贤 先王修之以臣至德 如来臣之以正觉道 中国这个孝字就造得好 孝这个字属于慧义 叫你看到这个符号 像它的意思 它上面是老 下面是子 现在有所谓代沟 代沟就是不孝 这个字没有代沟 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 是一不是二 过去无始 未来无终 是一体 这才叫尽孝 所以孝字真正做到圆满 做到究竟 只有一个人 成佛 才能做到 为什么 等觉菩萨 还有一品身相无名 没有破镜 那就是孝道 还有一个缺陷 还不能圆满 所以这个孝道 做到圆圆满满 是成佛 不论我们是出家 还是在家 道理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道业 一天比一天清静 烦恼一天比一天少 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长 这是尽孝 由此可知 我们处世 待人皆悟 不能够尽心尽力 常常犯过错 全都是不孝 这一个范围 包括的是 非常非常的广大 这一个字 如果要用佛法的观点来看 那就是经典上所讲的 大总持法门 总持就是纲领 释迦摩尼佛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切法 说个什么 就说一个孝字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所说 都不能出这个孝字的范围 所有一切经教法门 是这一个孝字圆满的相状 孝敬是大根大本 从这里下手 到最后还是圆满孝道 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 始终不离孝道 修其至平 从诚心行孝道开始 今天社会变成如此的动乱不安 追究根本原因 就是现代人 不懂得什么叫孝 什么叫敬 年轻人所谓人本主义 就是唯我独尊 有我无人 现在的小孩 从小开始 做父母就教他要竞争 不可以输给别人 样样要抢在别人前面 这个教育错了 这个教育就教出 今天这个动乱的社会 多灾多难的地球 我们常说 大自然是最健康的 最美好的 大自然有灾难 没这回事情 自然怎么会出灾难 灾难是不善的心形 不善的想法 不善的看法 不善的做法 所感召来的 孝敬是道 是自然法则 人人所必须遵守的信德 古人云 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 寡助之志 轻其叛之 多助之志 天下顺之 违背孝敬这一自然法则 不能顺应自然 那么自然所显现出来的境界 也就是灾变 这是人心便捷而产生的灾害 中国自古讲求的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实有治理存焉 所谓是必须找对入手之处 才能实现个人 家庭 国家 乃至全天下的和谐 这一入手处 就是以真诚心 行孝敬之道开始 真诚心才能得修身之道 修身方能越清 沉治 越于清 使能齐家 齐家 而后取信于有 取信于有者 获其上 得到社会认可 进而治国 以利益名声 以此和谐之气 调养自身 天地人 相富相成 自然在安定的境界中 统一起来 最终实现 太平天下之大业 祭祖 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基石 幸运的是 我们能有机会 遇到大乘佛法 接触到中国传统文化 如果这个原书圣 持之以恒 套一句宗教的术语 我们真正得救了 从哪里做起 知恩 知恩 报恩 人不懂得报恩 原因是不知道有恩 从2002年冬至 香港建立全球第一个中华民族万幸先祖纪念堂以来 我们深深感到要向复兴光大中国文化 促进世界大同 消弭世界冲突 必须恢复 必须恢复祭祭祭祖祖宗的意义是教导人人不忘本 所谓反本报史 这是人道的大根大本 人心厚才能够继效思 赌人伦 传风俗 国泰民安 祭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 两万多个姓氏意味着这真正是一个大国 这么多不同的族性团结成为一个国家 不是简单的事情 在世间法里面讲是不可思议 这样的泱泱大国靠什么团结 我们五千年历史文化不坠 实在讲就是依靠孝道师道 说到最后就是如、是、道 这三家合为一体的教育教化了人民 汤恩比博士说 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 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 我们看了汤恩比博士的文字 对他有绝对的信心 中国自古以来有和谐社会的理论、方法、经验和成效 因此汤恩比所看到的不是一个理想、愿望 而是事实、真相 我们相信只要回头找老祖宗 回归宗教教育这一神圣的普世教育 扎好孝敬这个大根大本 脱开心量 团结全世界各个宗教和族群 世界的永续和平 人类的安定和谐 只欲可待 发此大心者 必得十方诸佛 一切宗教神明和万世祖先的加持 必然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 为人类的和平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最后 欲祝大会圆满成功 祝福大家 道业精进 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